代之隱2019馬來西亞大師賽 秋風掃落葉直落二打敗張晏怡晉級下一輪 一起為小代代之隱馬來西亞宇求大師賽加油吧 語音直播不喜悟辱 哈囉各位朋友們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我是小玲 歡迎來到每日新聞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一樣在我們的影片直播開始前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小玲的影片直播內容 你覺得這個內容對你是有幫助的 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給小玲一個讚來鼓勵我 當然如果你想第一時間得到小代代之隱的最新最快的羽球比賽資訊 哪邊可以看小代代之隱的羽球比賽免費直播 小代的比分、小代的對手是誰等等的 歡迎在影片底下有個訂閱按鈕 免費訂閱小玲的每日新聞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就可以第一手得到最新最快的小代代之隱的資訊 只要我有這個最新的資訊 我有時間一定會上傳告訴大家 那只要訂閱我的頻道就不會錯過任何小代代之隱的資訊 那還有一點 如果說大家覺得說這個資訊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有個分享影片的這個按鈕 按下去以後呢把影片分享給你 所有喜歡小代代之隱的這個比賽的這個朋友們 讓他們一起來看我們的這個影片一起來為小代加油 OK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啊 什麼好消息呢 小代代之隱呢 今年第一場比賽就開湖啦 那告訴大家 小代代之隱今天比賽呢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行雲流水啊 非常的行雲流水 怎麼說行雲流水呢 稍等我一下 我給大家 講個資訊 好的小代代之隱的這個比賽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小代呢 一樣 目前是我們的世界球後 今天在超級500系列賽的這個馬來西亞大師賽呢 迎來了這個2019的第一場這個賽事 那小代以21比9 21比11 打敗香港世界排名27的張燕儀 晉級的女單16強 那也保持了對張燕儀的8連勝 從來對張燕儀啊 小代對張燕儀沒有輸過半場 那小代呢 總共到目前為止呢 總共坐穩了世界球後的這個寶座 已經有110週了 那去年年終賽呢 小代在小組賽的時候休息了一下下 那目前休息了一個月而已喔 在這個 馬來西亞呢 就展開了2019的第一場比賽 那小代呢 這個部分呢 今天呢 小代在第一局的時候 打的這個張燕儀啊 實在是難以招架 開局啊 連取3分 那透過這個靈活的攻勢呢 把這個張燕儀的失誤啊 逼得非常多 那他張燕儀也好幾度是追不到球的部分了 那這一局呢 在開局第一局的時候呢 最多領先了 高達11分了 那最後呢 成功了 先持得點 那第二局的部分呢 小代呢 持續呢 掌握了這個非常好的球感 然後繼續施壓給對手 那最後呢 第二局的部分呢 在雙方1比1之後呢 小代開始展開猛攻 打出一波7比0的攻勢啊 最後以直落2 直落2取得了這個 對戰張燕儀的8連勝 那晉級到了16強 那小代呢 16強呢 可能會對上的選手是這個 丹麥的羽球 羽球甜心 這個萊納 萊納是 萊納是誰 大家可能還有一點印象 就是去年啊 台北羽球公開賽 冠亞軍賽的時候 跟小代打的那個 選手 有點蘋果臉的這個萊納 然後 可能是萊納和這個印尼選手 米納基的這個 兩個人之間的一個 比賽的這個勝者 就會對上小代 是明天的部分 那明天的部分呢 比賽時間也還沒出來 然後比賽對手 現在也還不確定 就是說 大家呢 一定要在影片底下呢 訂閱我的頻道 我只要有這個 第一時間的這個資訊呢 小靈我都會在這個 就是把 趕快把這個影片 上傳告訴大家 那如果說小代 16強也挺進的話 八強的 八強賽呢 有可能會對上的選手 是他的這個 紅袍 不是紅袍 好朋友兼戰友的 這個泰國的 伊瑟龍 有可能在八強會對上伊瑟龍 大家覺得如果會在 八強對上伊瑟龍的話 在留言欄底下寫加1讓我們來看一下 對 那其實呢 今天呢小代的 開紅盤以後呢 其實今天我們還有很多的這個 台灣的選手 台灣的這個 台灣劍兒啊 那將會出賽 包括這個世界排名第20名的這個 第20名的誰呢 王子維 王子維呢 將會就是上場 那 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南雙的這個 盧敬堯 楊博涵 他們才剛在這個泰國的這個 300大師賽呢 拿下亞軍 所以如敬堯楊博涵 也會打雙打的部分 那去年呢 整年度表現也非常棒的這個 台灣的南雙 廖敏俊 蘇敬恆呢 也會出 就是今天也都會有比賽 那我們也一起祝福他們 一起祝福他們 希望他們呢 可以拿到這個比賽的這個好成績 好成績 那稍等一下 我把這個 螢幕呢 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今天呢還是要告訴大家一下 小袋呢 最後呢還是 真的是不負眾望啊 眾望所歸 把這個整個比賽呢 直落二 就晉級到下一輪的這個比賽了 那也很開心的 今天呢能夠在這邊呢 跟大家做個互動 然後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 對對對 那看來呢 大家都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友的這個留言 大家都是覺得 可能第八輪會 那個不是第八輪 第二第三輪會對上這個 伊聖龍 那也跟那個我們各位網友 包括水魚堡 彭明薰 黃達輝 洪聖德 說聲早安 早安 謝謝大家 那 跟大家再說一下 小林我的這個影片呢 目前呢 在像這個禮拜的話呢 是小袋袋進行比賽的這個部分呢 那目前這個 這個禮拜呢 會 一些大部分的影片會以小袋袋進行的比賽為主 那如果過了小袋袋進行比賽的這個 這個周期之後呢 我還是會上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影片 所以還請大家多多支持 不要因為說沒有小袋影片就 就不看了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那我也很開心能夠 在這邊跟大家一起互動 我非常喜歡跟大家一起互動的感覺 那最後呢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讓我們一起期待明天小袋的比賽吧 OK 那我們 下一個影片下一個直播見囉 拜拜